3月16号上午11点 明日方舟中国地新岛PV预告发布 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秒 但我们还是尝试做了一些解析 本期解析内容由我和杜兰茨移动大学的各位共同带来 话不多说 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整个PV严格意义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控制界面加载 首先看到这个画面 PV中显示的一个控制页面 其中关键信息分别是菜单 静音 信息 导航 进入 后退 载入 下一项 和重启 注意此处的信息和导航 以及载入 都是在类似于车载中控显示屏的界面的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 这个控制界面是属于某种交通工具的 同时结合视频简介的第一句话 智库系统 试机准备完毕 说不定这就是所谓的智库系统 然后是第二个重要镜头 分别在界面上标注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中间的原型中有个零 以及两边的total和feed feed有近几之一 是一个机械方面的术语 结合马上要提到的一个细节来看 是某种工业用测绘仪器镜头的可能性很大 接下来画面上不断涌起各种不规则的波纹 可以看作一种等高线地形图 这张图样上分别标注了ABC三个地点和一个地区 那么显示器上可能就是简介中开拓区的00号区域 对应第二句话图像模组一载入 说明整个操作控制的图像界面已经成功加载 接下来是第二大部分 这部分我们姑且称之为工程室 随着光源在平闪中点亮 工程室的大厅展现在我们面前 中间是神秘的倒三角矩阵和各种仪器 边上的是可以全方位移动的轨道 结合前端的黄色亮光 让人联想到采取某种磁力技术来进行抓取的机械臂 右侧的白板上最中间的一张小白纸上 出现了一个六芒星标志 是否这又是一个神秘力量渗透的世界 地上的箱子还有Andfield中末地的英文 最后结尾 硬脚留下自己的通告 做出你的选择 Make your choice 大概是对应视频简介最后一句 授权管理账号M3已登录 以上就是PV中的画面能够解读的全部内容 饼虽薄 但结合一些线索 能够得到的信息却并不是如此 简介中有这样一句话 跨越边境 直至前线 结合中莫地公司与开拓区 这里的前线恐怕并不是指战争前线 而是指文明开拓的前线 在官网预约时会出现这样一句话 欢迎登录塔威尔英文版是Taros 2 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鹰角注册的一家子公司也名为塔罗斯 这个名字来源于希腊神话中 为了守护欧洲之母欧罗巴 而被创造的青铜巨人塔罗斯 这是否意味着所谓塔威尔 将会是一颗名为塔罗斯的行星的卫星呢 毕竟这符合游戏世界观塔威尔 星际开拓等设定 结合这些信息 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一个结果 有一家名为周末地工业的公司 它的主营业务是星际开拓与建设 它开发了智库系统 是它的工业用交通工具与测绘工具的大脑 类似于罗兽的PRTS 周末地公司致力于对文明边境的拓展 而故事的开端来源于一个看似寻常的项目 在塔新的二号卫星塔威尔上进行工业开发 这个故事模式是不是有点熟悉 明日方舟周末地是基于明日方舟世界观下的作品 而方舟世界观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原石 关于原石运作原理的解释多种多样 名为矿石病的绝症 与原石相生的天灾 以及原石作为能源的巨大潜力 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词 危险与机遇 这个故事结构是不是有点熟悉 没错 星际知名或者说开拓者 从现实中的星航路开辟 到诸如异形 深海迷航之类的科幻作品 文明开拓的过程不仅会带来机遇 更伴随着诸如疾病或者物种入侵的风险 那么放到方舟的世界观呢 在明日方舟的世界观中 不用说空间技术的 就是作为基础的天文学也只是触及皮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太可能出现卫星的说法 那么中墨第所处的文明阶段 不可能是方舟当前的时间线 要么是未来 要么是更久远的过去 也就是古文明 倘若中墨第真的是方舟的前作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猜测 中墨第公司在开发塔威尔时 发现了某种东西 而这个东西正是架构了方舟世界观的原始 而中墨第公司所处的文明 就是太拉的古文明 原始的发现给这个文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 也带来了恐怖的后果 这场灾难最终导致了整个文明的毁灭 同时又让太拉文明得以产生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跨次元的猜想 在刚刚开启的舞蹈先祿活动中 伊万杰利斯塔教皇 向万国来宾发布讲话的日期 和中墨第概念TV正式公布的日期 意外的都聚焦在了3月18这个特殊的日子 究竟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是否这两件事背后有因果关系 又或者大胆一点 正是因为拉特兰的联合国雏形建成 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踏足中墨第的世界 以上便是我们目前能够解读的 关于中墨第的主要信息 以及一些相关推测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足够的灵感与期待